我们现在来介绍罗毕达法则在另外一个题型上面的应用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目 x 趋近 0 的右极限 x 乘上 natural log x 各位同学要注意 这个函数 这个题目为什么要写 0 正呢 我必须要做一个解释 现在我们来画画看这个 y 等于 natural log 的图形 这是一个坐标轴 那么 y 等于 natural log 它的图形长什么样子呢 其实是这样的 当 x 趋近 0 的时候 它会非常非常的小 趋近于 0 趋近于负无限大 当 x 趋近 0 的时候 它会趋近负无限大 那么在它的左极限呢 各位同学 natural log 在左的边是没有定义的 于是我们只能够 题目只能够出 0 正 好 那现在题目的话呢 各位同学知道了